台南今天新增的確診案例 是一名六十多歲的攤商 婦人 平常都在這個家裡區 第一黃昏市場擺攤 目前足跡地點都已經清銷完畢 據感染員還在調查當中 目前也已經匡列這位攤商 二十七位相關接觸者 當中有六人居家隔離 七人自主健康管理 十四人是自我健康監測 而警方也持續擴大取締 防疫違規的案件 新營警分局巡邏的時候查獲 新營有一家餐飲店 六名移工群聚喝酒吃飯 明顯就違反三級警戒規定 訊後也含送衛生局來開罰